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貓之城的公約介紹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遊戲 在這個世界裡 情緒變成一個可視化的物質 神秘的貓族將情緒轉化成新的能量、物質 甚至於可以作戰的情緒武裝 玩家站在遊戲中以調查官的身份展開調查 去尋找那些被隱藏的真相 遊戲是一款經典回合制的戰鬥遊戲 而且並沒有輸入設計的那種 最多可以安排四位角色 而在戰鬥之前還可以先使用料理 就可以得到相對應的增益效果 在進入戰鬥之後 右邊會有戰鬥卡牌 這就是遊戲的角色技能 每個回合會根據出戰的人數來行動 兩根就是兩次攻擊 帶滿所有人就可以行動四次攻擊 每次選擇技能卡牌或者是移動卡牌 都算是一次的行動 如果覺得出錯卡的話 就可以使用右下角的按鍵 重置出牌 而在行動之後就可以使用相對應的卡牌 而相鄰的相同卡牌 他們就會自動的合在一起 就是變得二星的緊接卡牌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優先選擇卡牌後 就會有機會讓兩種相同卡牌靠近 這樣他們就會合體 因為單純的移動卡牌 也算是消耗一次的行動 當然我們在合卡的同時 也會累積貓寵物的能量值 而寵物值達到兩個以上 就會自動釋放貓咪寵物的輸出技能 而能量達到四個全滿的話 則是會釋放貓咪寵物的轉屬技能 來為我們提供戰鬥的整移效果 其實在移動卡牌 還有在使用卡牌的時候 並不是都沒有好處 移動角色的卡牌 會增加該角色的SP值 而SP值 欄位集滿之後 下一輪就可以刷出SP技能卡牌 就能夠釋放SP點 釋放角色的大絕招 有一些角色的被動技能 也可以為角色提供更多的SP點 而在遊戲中 也會有屬性克制的部分 克制是增加30%傷害 反被克制則是25% 關按的部分則是互相20% 而戰鬥大部分就是這樣啦 不過這款遊戲初期的福利 還算是可以啦 在入版的部分 預約獎勵就送一個SSR角色 而在第二天還有第14天 簽到之後 都還會各有一隻SSR 也就是說 初期的話 一定可以收集到三隻的SSR角色 另外在完成旗子任務之後 也可以在四隻SSR角色當中選擇一個 所以至少在簽期 就可以湊滿四隻SSR上陣 而在新手活動這邊有一個戰鬥訓練 在遊戲初期非常建議玩家要來這裡獲任務 除了獎勵在前期還算不錯之外 也可以快速上手在遊戲中的一些技巧 個人是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另外超值禮包這邊會有一個免費可以領取 如果想要小顆一些的話 另外這邊的三個禮包都還是蠻划算的選擇 接下來就說一下首抽的部分 新手的部分也會有一個十連抽 但是這個十連抽還蠻有趣的 就是讓你免費十連抽抽10次 大概就是100次左右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選擇其中之一 這裡的SSR角色只會有5隻SSR 所以就要看你的機率啦 個人建議也不需要重新刷首抽啦 而這裡就來推薦一下幾個好用的SSR角色 英雄衝井屬性為藍 它是一個兼具輸出還有生存的完美卡牌 在攻擊之後將生命值轉換成護盾 而如果護盾不被擊破的話就是永久存在的 之後再開放共鳴 就可以根據一定的護盾值來恢復生命力 SP技能發動之後還會根據隊友的單體攻擊次數 來追加打擊的次數 就可以做到快速堆疊的效果 而且SP累積也比較快 只需要4個連數啊 真的是一個可攻可守的角色啊 企鵝冰山屬性為藍 它的被動技能非常特別 就是生命值高於自己的敵人 就可以給予敵人額外的傷害 針對BOSS角色非常好用 而且另外它的技能還會有吸魔的效果啊 也可以讓角色快速的使用SP技能 而它的SP技能可以攻擊單體 也能攻擊群體的敵人 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在施放之後還能夠自身恢復SP點數 減少下次使用SP技能的時間 場外焦點屬性為紅 非常好用的補師角色 自身的技能都有群體治療的效果 SP技能還有被動技能 都可以提供治療量的提升效果 也可以為隊友提升攻擊力的BUFF 算是非常好用的輔助治療角色 甜食首位屬性為綠 它是一個主要輸出的角色 可以打群體也可以打單體 在殺敵之後就可以重複施放技能 而大部分的技能都圍繞著技能B 有很多的技能在攻擊完之後 都可以獲得一個B技能的卡牌 就可以很容易的使用豪傑新的B技能來作戰 SP技能還會有特殊的增益效果 在使用之後的兩回合就會有吸血效果 並且還帶上了增傷的功能 算是一個非常單純又好用的輸出角色 叛逆主張屬性為暗 它算是一張比較特別的輸出角色 屬於堆疊類型的玩法 每次攻擊都可以在對手身上產生一道雷痕 而每道雷痕都可以再增加 8%的傷害一直堆疊下去 而另外在攻擊的時候也無視嘲諷 被動也可以讓敵人隨機增加雷痕 使用的好的話也算是一個不錯的輸出角色 而在養成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 技能的方面 是可以重複使用角色的碎片來做提升 而這個碎片呢 則是我們得到角身之後 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來做取得 但是前期的話不建議強化 因為會消耗非常多資源 塗鴉的部分則是套裝的概念 每一件塗鴉都會有隨機的效果 強化塗鴉裝備需要大量的支援 所以會建議強化紫色以上的裝備 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只有裝備了中間的核心 製作裝備同樣的塗鴉套裝 才會有兩件式、四件式的效果 所以這也代表了這個套裝的部分 是不會有散搭的概念 一個角色只會使用一個套裝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刷塗鴉 是不需要消耗體力值 消耗的則是塗鴉載體 所以體力值的部分就可以拿來刷其他材料 另外在刷套裝的時候 也會有機會掉落塗鴉金石 塗鴉金石是可以拿去轉蛋 就可以換取更好的塗鴉核心 功名信頭就是簡單的天賦術 依照我們的揚成程度來做調整 大概在中期的時候才會比較需要 一開始還沒有那麼重要 而遊戲的部分 最主要分成主線任務、蓄能採集 就是爬塔、資源副本 還有共鳴課程、夜間巡邏 異常封鎖、風暴挑戰 另外也會有一個釣魚系統 每次釣魚都可以消耗一張釣魚券 釣魚券的話是可以在貓眼商店購買 除此之外 每日任務也是釣魚券主要的來源之一 在進入釣魚介面之後 調整釣魚的工具 就可以增加稀有魚的概率 而隨著釣魚的種類越來越多 就可以解鎖更多的食譜啦 解鎖完所有的食譜 還會送一個SSR企鵝冰山 難度是有一點高啦 不過還是會得到其他很多的獎勵 在解鎖食譜後 就可以在櫃台購買更新的食譜囉 而貓屋就是我們在這款遊戲中的 家園系統 最主要就是透過養成貓咪 來讓我們的戰鬥提高爭議 但是這個孵化系統有一點難懂啦 大概就是以我幫的貓咪加上好友的貓咪 將基因組合之後遺傳到下一代 就會產生新的貓咪啦 之後我們還可以派貓咪追逐探險 也可以得到其他更多的資源喔 以上就是這次貓之城的攻略介紹啦 有什麼問題就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點個讚 點贊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鬼鬼小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